LAYO聊四季 天天動心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要來看朝鮮人對上波蘭人 正常比賽是天梯的哈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綠色選擇的文明是朝鮮人 朝鮮人最大的特色是有免費的工兵鎧甲 而且他的軍事單位的木材消耗也是少了一些些 那最近這個朝鮮人有改版 改的這個能力是他的工程器單位 這個木材的消耗量也變少一些些了 所以他的這個打法 可以比較偏向於工程器配工兵的戰術 那步兵單位的話也是可以打 但只能打槍兵 這個劍兵勇士雖然都是可以正常升滿 但是沒有三級攻 用起來是稍微弱了一點 那朝鮮人比較特色的東西是他的投石車 投石車點下金冠技術之後 可以變成攻擊射程最遠的投石車 那朝鮮人來說的話 還有一個比較常用的能力 就是他的挖石頭的工作效率 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那他的塔工也是特別厲害的 只要封建時代升到城堡之後 一般的瞭望塔會變成防禦箭塔 所以讓朝鮮人塔工這個流程會更順一點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波蘭人 波蘭人最大的特色是 模仿取代大莊園 大莊園取代模仿 這個順序不太一樣 好 那大莊園旁邊撒下農田之後呢 可以立即獲得8%的食物 食物獲取量非常的多 那後期的波蘭呢 主要是打這個強弩啊 還有這個肉馬 還有這個重裝騎士 那步兵單位呢 通常都是打戰錘兵為主 所以基本上波蘭人 三種單位都可以用 步兵、起兵、弓兵都是可以使用的 弓兵方面的話則是有拇指環 所以打起來也是蠻厲害的 那肉馬的部分的話 有這個烈克提克遺產 肉馬可以獲得擴散傷害的效果 那重裝騎士呢 則是要點下銀罐技術貴族特選 一隻騎士只要30塊錢 比這個弓兵還要更省一點 那波蘭人的步兵系呢 這個戰錘兵還可以擁有破防效果 所以波蘭如果打一個配兵混合戰術 是一個非常強大的過程 而且波蘭本身他的科技線也是OK的 也有火槍、救贖思想 該有的一些反制能力 其實都OK的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目前看到波蘭人的下方 黃金還蠻OK的 左邊也有黃金、右邊也有 那比較不好的事情是 金礦兩個附近都在前面 這可能會有點危險 自己的主金挖完之後 或許可能要思考一下 控圖的部分可能不能有失誤 一失誤的話 這個金礦沒了 很容易就會提前GG 那地圖分數來說的話 我覺得只有2、30分 雖然黃金在後面 是一個蠻好的一個消息 但是他兩個附近都在前面 相當的悲慘 那接下來看一下朝鮮這邊 朝鮮這邊是石頭在後面 哇 這個對於朝鮮這個塔工無文明來說 這個石頭在後面是一件好消息 那黃金部分呢 一樣跟波蘭是差不多的 都是在前方的 黃金的話只是在左邊還OK 那兩邊都是果子都在正前方 比較難守一點 那對於波蘭來說 這個果子在前方是一件非常悲慘的事情 因為波蘭的大中原 如果果子在前面 通常很難在第一時間 在這個大中原旁邊撒下農田 因為對方一定會騷擾你的農田 還有這個錢加果子 所以你果子可能要稍微圍出來一點 盡量不要被騷擾到 這樣圍到底 我會直接圍過來圍過來 這樣子 都OK 好那我們這邊看到viper 這邊是四村出來塔工 那之前我們的影片有講到 會比較建議四村塔工就好了 因為四村塔工的一個優點 就是他可以蓋得蠻快的 而且四隻村民剛好是增加 料王塔的傷害最大上限 所以朝鮮人這邊四村出來開稿 是一個非常適合的村民數量 好這邊看到波蘭人 拉了一隻肉馬過來反擊 那viper這邊按出了一隻槍柄 開始前壓 這邊按出來是槍矛前壓 那槍矛前壓的優點就是 不太需要挖房的技能 即可開始往前給對手壓力 那這邊viper呢 是沒有直接攻擊他的果子區 而是攻擊牧區 那波蘭這邊直接被空到了 這兩個區域 所以這邊農田只能撒這三片田 這四片才對 所以大眾人來說 還是有一部分被壓制住 但還好這邊補了一根劍塔 算是反應蠻迅速的 那待會右邊 可能還是會再補一個獵王塔 稍微去看一下 然後這邊時候趕快挖 那通常遇到對方跟你一起塔工的時候 那你最好是也要去挖石頭 避免會有這種 你可能沒石頭 石頭被封印 然後一直被塔工 沒有辦法反制的一個情況 那波蘭挖石頭呢 還會慢慢產生黃金喔 所以對他來說 挖石頭也不是完全是一件壞事 我們頻道一直有在講 挖石頭是傷經濟的一件事情 因為畢竟你的石頭 是不能換去肉跟木頭 因為肉跟木頭 才可以變成經濟嘛 這個一級龍一級木 還有手推車喔 這些都是肉跟木的東西 撒龍田喔 也是需要木頭的 好 那這邊看到這邊槍兵過來 壓制了一下肉馬 但肉馬這邊高打地 傷害非常的OK 直接解掉了Viper兩隻槍兵 現在沒有槍兵的保護 肉馬直接即時反制回去 Viper這邊三隻槍兵 這個毛病應該是跑不掉 OK 好 這一隻肉馬 來回家 槍兵過來要砍嗎 那Viper這邊是四人挖石頭 那他還有這邊工作效率的關係 四個人挖石頭 可以正常塔工 那如果是破爛這邊的話 可能就先挖了一個劍塔 不要挖太多 因為他也不知道 Viper是否要動這個 就去塔工喔 但目前看起來 Viper沒有選擇連環塔工喔 沒有打這個連環塔 而是打一個分開插塔的策略 這樣可以更有效去壓制對方的連環塔 那缺點就是 不是連環塔 如果塔被針對拆除的話 很容易喔 對方只要把這個木槍給滴掉 拉一村直接爆打一波這個烈望塔 就OK了 但這邊後方還是需要一些肉馬 去維持住 這個拆劍塔的村民 目前看到普蘭是沒有打算要跟 朝鮮對塔嗎 還是補了一個採礦人地 看起來還是要對塔一下的 畢竟這個不對塔 是很危險喔 但是朝鮮人挖石頭又有優勢 那以單純採集量來說的話 如果朝鮮需要四個人挖石頭 那普蘭可能就要五個人 可以用塔工打出經濟效率的加成喔 但是你們要想 MIPER這邊是進攻方 進攻一定是成本 會大於防守成本 因為他這四村一直沒有在工作 一直在建造東西 並沒有採集資源 所以普蘭可以也說是 這邊是領先四村 好這邊想要直接拉村民來 解掉烈望塔 那普蘭來說他也是一個塔工文明 因為他的村民會自動回線 而且挖石頭也會產生黃金 對於經濟來說也沒這麼的損傷 所以普蘭要應付朝鮮塔工 並不是太難之處 只要有穩定的挖石頭 適時的去把這個劍塔給插出來 就不會有太大問題了 那普蘭這邊就要趕快把這些大東西 灑下去一級農一級木 趕快把農田灑完了 趕快升到城堡時代 那VIPER這邊就會很危險了 如果他繼續塔工下去 這兩根塔已經沒有傷到 普蘭太多的經濟情況下 還要再一直維持進攻的話 那會讓普蘭人有點賺到的感覺 畢竟這四村已經將近十分鐘沒做事了 沒有再產資源 那現在VIPER趕快止损 回農 四村趕快挖敵人的黃金 開始保持一下經濟量 這邊用肉碼去稍微偵查一下對方在幹嘛 那之前我的亞美尼亞23P的影片裡面 有看到這個對方打一個黑跳繩 那對方偷經濟的情況下 或者是落後的時候 可以用什麼打法 那就是挖爆石頭 去插人家寶 直接把這個城堡插在人家臉上 用自己的時代優勢的一個情況 或者是軍事上的一個優勢 那目前普蘭人來說 他是肉碼上的軍事優勢 所以直接前壓寶 直接插一根城堂中心在VIPER的臉上 感覺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這七村繼續挖石頭 可能是打葵上城堡 要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應該不會看到封建有更多的打鬥了 先來看一下兩邊城堡時代會怎麼打吧 這邊肉碼繼續壓制 而且點下品種 這個品種血量非常多 65滴血 點下品種的肉碼也是 封建時代血量最多的單位 再加上一級攻一級防 也可以說是封建時代 這個最有殺傷力的單位 如果不算工兵的話 他是不用黃金兵的話 他是最強的封建時代的兵種 那這邊來看到 波蘭是點下的城堡時代 但聖時代上來說還是輸給了朝鮮 朝鮮這邊聖時代還是領先大約一分鐘左右 波蘭這邊直接回頭打下射箭場 但感覺不太OK 因為旁邊的槍兵會一直產出來 這邊順利換掉了一隻肉碼 那剩下四隻肉碼 情況下波蘭前壓的可能就會變少一點 所以這邊等會要補下軍力 好 待會升到城堡時代再補一個肉碼升級 把清奇兵的傷害再補上去了 朝鮮這邊是惡農惡木 把城堡蓋在了這門口 那波蘭這邊要出去前壓的話 這個時候就要出門了 如果這時候沒出門 就代表他不會出門 應該要在城堡時代一分鐘前 升級好一分鐘之前就要出門 但他都沒有出門 那代表他沒有打算要城堡前壓了 可是看到viper比他還要找上城堡時代的關係 所以現在馬上改變策略 直接補了一根城堡在前方 以解掉對方已經升級到城堡時代的防禦箭塔 這邊有四川想要去逃跑 結果被清奇兵給抓掉了 這一波抓掉看起來 波蘭人是有點小賺喔 聖明處稍微有點領先 肉碼再次上前直接爆打一波槍兵 槍兵沒有變成重裝喔 所以也非常薄弱 但viper這邊已經轉出了馬戰車 那經濟配置來說呢 這個viper的一個配置喔 是蠻正常的 基因跟木耳多配一點 然後肉也是正常產 那為什麼肉要這麼多喔 是為了要應付點這個二級射阿 或是升一些... 這個跑速之類的 不是品種 朝鮮沒有品種 那當然喔 也可以待會開出城鎮中心喔 但如果是打馬戰車的情況下 通常都是2TC開NO 然後馬戰車前壓然後插寶策略 就像這樣子 那viper這邊是沒有開TC的 他這邊是想要單TC 速點這個彈道學 有一些玩家們喔 他會把這個彈道學給省下來 然後去點這個2TC 然後馬戰車前壓的一個策略 好 但viper這邊臭名術被殺的有點多囉 已經損失了石村了 馬戰車似乎現在也沒有辦法打贏肉馬的狀況 馬戰車過來 看到波蘭已經圍了一大條長長的一線 好 這邊城堡蓋下去 但是波蘭並沒有足夠的石頭可以進行反制 那這一波城堡應該是能建得起來 哇 這一插直接插爆大中原 兩個大中原 雖然這邊大中原還有三片田 四片田左右 可以繼續撒農田 這邊波蘭直接買賣一波 賣了一堆資源 買了一棟城堡起來 但這棟城堡蓋在這個位置有點微妙 而且蓋的時間有點偏慢 他感覺有點不夠果斷 如果要插的話也可以 考慮插在這個位置 高地 這邊至少可以高打低 打城堡傷害也會比較高一點 OK 波蘭這邊是有要補工程器製造所 轉衝車 看起來沒有 這後面直接補了一個新的大中原 OK 朝鮮這邊目前來說 村民樹是非常弱鶴 但是剛剛這根堡已經賺到一些 村民了 拿到了九村 所以現在村民樹兩邊稍微平衡了一下 右瓶趕快圍死 避免馬戰車亂竄 左邊這邊也圍好 後來這邊防守來說算是蠻快的 該圍對圍 遇到馬戰車到底要怎麼撿呢 比較簡單的方式 就是直接用老頭 在前線防守 直接把修道院蓋在城堡中心旁邊 用老頭出來照一下 他過來的話你就躲進去 這是一個比較簡單的做法 這可爬木場還是危險 這邊是高打低 目前viper的策略是打算用兩根城堡 直接拆除波蘭的這根堡 波蘭這邊要反制城堡方法 只有兩種 一個是現在就趕快採出更多的衝車 不然就是要趕快弄到帝王時代 單TC趕快弄 那以波蘭這個國民來說 單TC濃到帝王時代其實問題不大 畢竟波蘭的大中林給的肉非常多 但他這邊選擇是出了一些騎士 想要去用數量壓制一下馬戰車 因為騎士數量不夠多的話 是很難壓得贏 這個對方的馬戰車的 而且人家把馬戰車可以打帶跑 但沒有轉出老頭有點怪怪的喔 這邊聰明有點太誇張 走到面前想要開弄 那這邊後面的聰明也沒有開城堂中心 直接伐木跟挖石頭而已 那聰明說來說呢 是波蘭還是暫時裏向 但是馬戰車給的壓力十分巨大 而且直接開始攻擊城堂中心 要來手撕掉TC了 那波蘭這邊是雙TC開弄 馬戰車就是這麼的無力 天生自帶 這個五點防禦力喔 為什麼說他天生自帶 因為朝鮮的工兵鎧甲是免費的 那馬戰車他是吃工兵鎧甲的 所以一向城堂時代 大家也有看到他的防禦力 遠遠都是五 不會有忘記點的問題 所以城堂中心呢 怎麼射都是一滴血 除非他是有點工兵科技的 當然波蘭這個文明 初期不太會點 除非風箭時代有打工兵喔 好 那目前看到馬戰車的數量越來越多 白浦這邊打的一個方式 是一個 單TC all in 馬戰車的一個玩法 這個算是特殊戰法 也算是一種 對我來說是一種賭博戰法 就是all in一波啦 我也不農了 我就跟你打一波 只要打不死你也不就投 這個招數應該是 台灣比較多人會喜歡學的戰術 好 就我看我身旁的一些台灣玩家們 他們都會學這種招數的幾率還蠻高的 就是他們會常去找一些蠻奇怪的打法 像viper這一次喔 他們就展現出了這一招 這招在以前其實蠻常看到的 那現在來說文靜比較少 不然這裡是沒有轉出老頭反制的 也沒有轉戰毛兵 這邊單純直接用馬戰車 然後就壓制普蘭的騎士 他可能是想要打出普蘭的特色吧 就是大莊園 然後產出更多的肉進行反制喔 但是遇到這種馬戰車單位的時候 最後還是趕快轉出戰毛兵阿 或是老頭 趕快反制一下會比較好 畢竟用騎士人家還是有射程優勢 可以打帶跑的 而且傷害打騎士來說也不低 唯一有的優勢就是攻速夠快 好這一波包夾好像有機會 突然這邊直接上前用騎士包了起來 viper這邊沒有打算要討的意思 這波包夾看起來有點成功 突然這次終於搞了一波大事起來 這一波包夾應該是能全部解掉 viper所有的馬戰車 viper18他馬戰車直接要上死掉了 哇 不然這波打得非常好 騎士包圍 這個是... 這個解法是比較偏困難的 我覺得蠻困難的 他這樣這一波解得非常好 順利的包起來 那波蘭後方中間又補了一根城堡 這樣就鎖住了中間的防守空洞 看中間這根堡感覺快要守不住了 我們來看一下波蘭有沒有點這個貴族特權 剛好像沒有follow到 喔有點了 難怪他可以一直爆騎士出來 二十七分鐘就點了 十一分鐘點 現在只要騎士一隻三十塊錢 手夠短嗎 多出一點 然後這邊黃金可能要再補一下 現在完全斷金了 那viper這邊呢 是就去單TC去迅龍 那viper現在有六百九十二石頭 也可以打算繼續插城堡 那如果要插城堡的話 最好是選在左邊這個位置 然後這個位置的話插下去 還可以空到金 然後還可以射對方的城堡 從這邊進攻也不是太差的選擇 那viper也可以打算把這個石頭賣掉 直接把它變成黃金 然後趕快買漏一波上帝王 上到十道帝王時代三級射化學 然後巨頭 好開拆喔 是ok的 那他後期呢 還有這個火砲可以用 所以朝鮮人火砲巨頭 進行波蘭的速滴反制也是ok的 這場對決來說 波蘭會比較難對抗朝鮮人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前面這些打法來說 對波蘭是一個不太舒服的策略 因為波蘭本身是一個開農型的文明 如果要讓他爆出這麼大量的兵的話 在前期是比較困難的 所以他前期的經濟已經被拖到的情況 所以暫時不會讓波蘭這麼快升到帝王時代 但是朝鮮到這個時間點41分鐘 他單TC的情況下 是已經升到帝王時代的 那為什麼我現在沒有 是因為他這邊是不斷馬戰車的打法 那我剛剛出的方式是 有可能會稍微斷馬戰車 存下支援 然後束上帝王的一個策略 那BIPER這邊是屬於一個 ALL IN E波流的 沒有打算要跟你打帝王 那BIPER為什麼會這樣打呢 是因為他認為BIPER覺得說對方是波蘭 如果自己在升時代的途中 對方可能早就已經升帝王時代 然後波蘭的大馬爆 直接升到重宗騎士 他可能也擋不下來 所以BIPER這邊果斷轉出馬戰車 三城堡開始出 是一個蠻屌的策略 那來看到這邊馬戰車有30幾台 正面對決波蘭40幾隻的數量 這邊波蘭10隻數量其實很多 這一波也是包得不錯 看起來波蘭又要贏了喔 這個馬戰車雖然血多 但是攻擊速度是比騎士還要慢的 至少快要慢一倍喔 畢竟騎士的基本功率很高 左邊的部分可能要再補一些騎士 有機會嗎 這邊補的是衝車 想用衝車一波解掉 繼續攻擊四台馬戰車 再補一下 波蘭這邊轉出了20幾隻的騎士 好 這存在了後方 並沒有去往左邊支援 OK 34隻馬戰車 正面直接送掉了 那這時候就會有人問說 欸為什麼BIPER不趕快打帶跑 走A一下 攻擊這個波蘭的騎士喔 那其實馬戰車要走A是比較困難一點的 可能越走A有傷害可能會越差 而且是被已經被包吾的情況下 你要走A出去也很困難 那BIPER可能認為 原地開打把這個手術放在更重的地方 例如進去多線啊 或是開農 或是調戲啊 經濟之類的 可能會更適合一點 或是把這個聖物全部搬回家 無聖物 現在BIPER有五聖物經濟非常優秀 而且現在已經點下了彈道學跟拇指環 攻擊速度又可以再UP上去一下 現在攻擊速度是2.3喔 那騎士的攻擊速度是1.5喔 大概比馬戰車還沒有到一倍了 快個0.5而已 0.5其實已經快很多了 這邊波蘭直接用衝車硬解 那波蘭選擇了衝車解法 而不是樹地 然後出巨頭的一個策略 那這個兩個差別有什麼差距喔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 畢竟三十代還是有空窗起 波蘭是選擇了一個最沒有空窗起的打法 那我們看到波蘭這邊騎士往外衝 看到BIPER外面有非常多的村民在野外罰資源 那這邊村民可能是來不及跑了 右邊直接全部送掉 村民速度開始下葬57吋對8的山村 村民差距非常的短喔 好趕快繼續拆 先拆除城堡 只要讓朝鮮沒有城堡可以出馬 但是喔 基本上波蘭就贏一半了 好這裡就去爆出更多的騎士 好大中原直接被 踩了過去 哇直接控制了波蘭的大中原 好趕快往右扳一下 但後方兩個箭台還沒有解掉喔 那石頭的部分也被控住 這個衝車沒有打算要回頭解 防空箭塔 可是要往前衝喔 好這波過來波蘭村民速已經非常領先了 目前是49吋對上87吋 好不能再多 49吋對上87吋這個數字喔 37吋的差距 今天是應該要一倍了 那BIPER打這個打法就是 就是 剛剛說的 就是一波 不成功 變成刃喔 那BIPER為什麼最近在練這些招式喔 可能他想要改變一些策略喔 不想要讓黑拉認為 他就是只是一個會開農反擊的喔 那我是覺得 對於比賽賽斯來說 BIPER確實也該學習一些這種開稿戰術 因為如果你真的不會這種偏離策略的話 對方就會 只會認定你是主流 那他只要打得比你更穩 基本上就沒問題了 那如果對方打得更穩的話 你就只能用一些偏離策略的招式喔 進行反制喔 例如這個 三層寶爆馬戰車的策略喔 這也就算是偏離策略的一種 不知道頻道上喔 講這個太專域的術友 不知道大家聽不聽得懂 那我們就來嘗試看看 好 那目前看到騎士這邊還是解掉了非常多的村民喔 村民差距越差越大 44村對上88村 村民差距終於來到了一倍 這邊衝車過來 但是村民也拉出來想要爆打衝車一波 這裡衝車數量蠻多喔 8台 但是馬戰車數量也是不錯的喔 而且升到帝王時代了 目前又有三級射 還有化學攻擊力9加4 傷害非常的高 鞋師數量有點少 剛剛大眾人被踩踏的關係 所以正面騎士還來不及跟上 趕快往前補喔 騎士趕快往前面集結會比較好 不然這邊衝車被解掉 可能就要GG一波了 好 VIPER在被衝撞之前喔 還補了一些死想在前方 讓衝車的攻擊範圍 迅速減少耶 看這些衝車一直在走來走去喔 多多少少 對於這個防守 對方的衝車是有效果 這邊繼續往前壓制 VIPER看到這麼多的衝車怎麼解呢 就需要馬彈車加村民 第一時間操控自己的城堡去射掉騎士 不然這邊有三十幾隻騎士 不知道在哪裡 現在才要跟上 完蛋了 你現在騎士才往前 好像會來不及 這裡的衝車剩下一點點 好像可以解的掉 Nice 最後八台空車加上二十幾隻的騎士 解掉了這根城堡 那VIPER這邊只剩下一棟城堡 可以進行反制了 這邊村民被抓了一波 有點傷 哇 VIPER是不是要爆了 二十八村 對上 九十七村 但是VIPER現在有 決定性的優勢 現在 波爛了喔 要轉戰毛兵 也打不贏了 更打不贏了 現在要打贏這坨只能轉騎士了 原戰毛兵現在還在城堡時代 沒有三級射 沒有三級工兵牌甲 怎麼打都打不贏了 當然也可以考慮出老頭 但是人家現在是帝王時代 射程變稀 老頭城堡時代只有九射程 不管怎麼看 這個馬戰車要反制老頭速度也是非常迅速的 所以這邊就去爆更多的騎士出來 防守可能是更好的決定 現在沒有戰毛兵這個選項 那頭子車呢 有的會問 頭子車 我覺得也不是非常的OK 頭子車就好像遇到波西米亞戰車對頭子車的感覺 雖然頭子車對波西米亞戰車的傷害有外增傷 但也是互相傷害的一個角色 如果真的要決定性的優勢的話 可能還是要用非常大量騎士 才有可能守得住 好 這波騎士多線騷擾 但是VIPER的馬戰車也是繼續往前 那這部分有點卡不太贏 對方VIPER是高地攻擊低地的關係 打騎士傷害非常的痛 後方這一根城堡 雖然踩了一排衝車過來 也吸引到一些馬戰車進行輸出 但是波蘭這邊聰明也是往前 想要阻止對方把這根城堡蓋起來 騎士去往前補 看起來後方還是沒有辦法 可以回來回救一下 因為MIPER也在多線燒了 波蘭的領地 那這邊一個多線打法 看起來後來是稍微被解掉了 波蘭非常多的騎士 非常多的馬戰車解掉 非常多的騎士 騎士數量已經佈滿十隻了 剩下七隻 這根堡可能也蓋不起來 剩下馬戰車還在輸出 這時候對手波蘭打出了 GG 波蘭只剩下七四村 但是朝鮮更慘 二十一村 極限逆轉 這個真的是有點緊張啊 替BIPER捏了一把冷汗啊 還以為BIPER可能要一波倒了 畢竟聰明數這麼少 要繼續打下去 這波沒有把波蘭打死的話 真的只能打GG 波蘭可能心態也是炸裂了吧 所以沒有打算要打 因為右邊這邊也是空不下來 基本上騎士打不太贏 這個馬戰車 帝王時代的馬戰車 射程優勢 攻速加成 還有這個防禦加成 還有這個血量上的一些優勢 總總的因素 讓波蘭的騎士 不太能繼續正面應戰 當然 VIPER這邊也是全力爆出這個馬戰車 才能爆出這麼可觀的數量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應該是波蘭大獲全勝 拿到了一萬資源的領先 但是軍事上 他的KD是比較慘的 只有0.59而已 即使擊殺到這麼多村民 還是被VIPER的馬戰車 多線騷擾跟正面的壓力 讓波蘭的騎士 沒有發揮到一個很好的作用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